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一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公司老板 竟然有着惊人的传奇经历,还有隐藏职业 而一起发生在他身边的血案 终于揭开了他不可告人的真实面目 这就是当年震惊了全美的杀手公司血案 1998年的5月16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小城Cottenwood 举行了一场枪支展览会 周边地区的枪支爱好者们都纷纷的前来参观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很热心的以志愿者的身份 参与到了展会方方面面的工作当中 其中的一个展台上就有三名分别叫做 Todd Garten, Norman Daniels和Dale Gordon的志愿者 忙碌的招呼着不断到来的访客们 他们三个都是28岁,也都曾有从军的经历 按理来说,这样年龄相同,人生轨迹也相似的青年人 相处起来应该会比较随意和放松才对 但是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是这样 三人之中的Norman和Dale两个人 都对那名叫做Todd的青年表现出了明显的尊敬和服从 认识他们的人可能会把Norman和Dale的这种低姿态 解释为雇员对于老板的尊重 因为Todd在当地拥有一家围栏建筑公司 而Norman和Dale就是这家公司维尔的两名雇员 在忙碌当中,时间来到了这天的傍晚 一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这个展台 开始和Todd亲密地交谈了起来 她的名字叫做Carol,是Todd的妻子 Carol曾经是一名摇滚女歌手 在一个独立乐队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在认识了Todd之后,两个人火速地坠入了爱河 并且结了婚 之后为了给这个新组建的家庭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 Carol毅然地舍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进入了一间保险公司上班 Todd和Carol都是喜欢孩子的人 也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不过直到结婚四年后的1997年 Carol才终于怀孕了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让夫妻两人都非常的开心 Carol把自己的工作从全职变成了一周三天的兼职 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休息和养胎上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98年的5月16日这天 Carol此时已经怀孕整整8个月了 这天她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 去医院做了例行的产检 之后她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顺路来到了这个展会 探望正在这里参加活动的丈夫Todd 夫妻两人之间的亲密互动吸引了不少旁人羡慕的目光 十几分钟后一股强烈的困倦感和睡意袭来 让Carol瞬间没有了精神 她表示自己必须回家休息了 这个时候那名叫做Norman的青年表示 让昏昏欲失的Carol自己开车回家实在是太危险了 然后她就自告奋勇地充当了司机 开着Carol的吉普车把她送回了家 又过了几个小时后展会结束了 Todd也驾车 带着另一名叫做Dale的青年一起返回了自己的家 刚一进门他们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Todd开始高声地呼唤妻子Carol 但是整个房间里却犹如坟墓一般寂静 意识到出了事的她连忙冲进了卧室 而在这里她发现了全身是血 倒窝在床上一动不动的Carol 看见妻子出了事Todd连忙发疯一样地把她抱了下来 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一边努力地帮她做着心肺复苏术 一边指挥着有点吓傻了的朋友Dale 拨通了报警求救电话 警察和急救人员们赶到的时候 全身沾满了妻子鲜血的Todd 依然在欺而不舍地给Carol做着心肺复苏术 试图挽回她还有她腹中孩子的生命 可惜的是一番检查过后赶来的医生就宣布了Carol的死亡 而她的死因则是枪杀 从法医后来提供的验尸报告上可以看出 Carol的身上有五处枪伤 三处在头部 两处在身体部位 其中的一颗子弹甚至穿透了她的身体 直接击中了腹中的胎儿 更值得一提的是 凶手使用的子弹是点44口径的马格南大威力手枪弹 据说这种子弹在打猎的时候 一枪就可以放倒一只黑熊 可想而知Carol身上的五处枪伤 该是多么的触目惊心了 那么究竟是谁如此的狠毒 对这样一名怀胎八个月的孕妇下了这样的毒手呢 警方最开始怀疑这是一起入室盗窃的强盗 在遇见屋主之后发生了凶杀案 因为Carol平时驾驶的那辆吉普车不见了 有理由怀疑是被偷走了的 但是在进行了更加仔细的调查后 警方从现场发现的众多疑点 推翻了入室盗窃意外杀人的猜测 首先房子的门窗上并没有撬动 或者撞开这样的闯入痕迹 其次虽然凶手连开了五枪 但是现场的地板上却并没有发现弹壳 说明在下毒手之后 凶手还有条不紊的进行了现场的清洁 这种心态和素养绝对不是什么流门撬索的小毛贼能够做到的 最后Carol身上没有任何反抗和防卫性伤口 她很可能是在睡梦当中遇害的 而如果是入室盗窃的话 犯罪者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杀害还没有发现她的屋主 所以种种的迹象都表明 这起犯罪完全就是针对Carol进行的一场残酷谋杀 从丈夫Todd的口中 警方了解到了Carol之前感觉疲劳 于是被Norman送回家的事情 那么凶杀案很可能就发生在Carol回到了家 Norman离开之后 到Todd返回来的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那么警方现在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找到Carol那辆消失的吉普车的下落 还有就是对那名送Carol回家的 叫做Norman的青年人问话 因为她是最后一个见过Carol的人 她的证词至关重要 不过这个Norman在案发之后 就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 警方一时无法联系到她 倒是在寻找那辆吉普车的事情上 进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好几名目击者都表示 在那段时间里 他们看见了吉普车经过 开车的不是别人 就是Norman 之后警方根据这些目击者提供的线索 在一个偏僻的小公园里 找到了被隐藏在停车场角落的吉普车 那么现在找到这个Norman 就成了整个破案的关键 既然联系不到他 警方就选择了守株待兔 在他家门口进行了蹲守 第二天的下午 Norman搭乘着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家 之后毫无疑问的 他就被等候已久的警官们 带回去配合调查了 当警方问他 头天晚上把Carol送回家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时 Norman随即表示 因为他和Todd 还有Carol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送到之后 Carol也没有把他当外人 邀请了他进屋休息一下再走 之后他们两个人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在电视上看了一部电影 不过电影播放到后半部分的时候 Carol就非常困倦了 他拜托Norman看完电影之后 帮他把租来的录影带拿去归还了 然后就走进了卧室 Norman于是也关掉了电视 拿出了录影带 驾驶着Carol的吉普车 去送录影带了 而在离开了之后 又有谁来到了房子里 对Carol下了毒手 他就不知道了 Norman的这番话乍听之下非常合理 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那就是Carol的那辆车 既然他有充足的理由借用Carol的车 那么为什么之后又要把这辆车藏起来 自己还大费周章的坐出租车回家呢 面对警方的这个关键问题 Norman的大脑恰壳了 很显然 他之前自己感觉完美无缺的说辞里 完全的忘记了 还要解释吉普车这回事 他一时间哑口无言了 而与此同时呢 警方申请到了对Norman家的搜查令 在他的家里 警方找到了沾水的衣物 还有一把大口径的左轮手枪 进行了唐线对比之后 警方确定 这就是杀害了Carol的凶器 面对着自己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 还有警方摆在面前的这些证据 Norman的心理防线 几乎是一瞬间就被攻破了 他表示自己确实就是杀害了Carol的凶手 他之前告诉警方的情况 前半部分确实都是真的 在开车送Carol回家之后 他们确实一起看了电影 然后Carol犯困就回卧室睡觉了 不过Norman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等了一会儿后 捏手捏脚的来到了卧室 看见Carol已经在床上熟睡了之后 他就拿出了那把大口径手枪 对着Carol连开了五枪 确定这名可怜的孕妇已经惨死之后 他冷静地捡起了可以当成证据的蛋壳 又开走了那辆吉普车 伪造了房屋遭窃的样子 Norman交代的犯罪过程 基本上和警方掌握的情况一致 证明他确实就是凶手 但是当他说出作案动机的时候 负责问话的警官们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因为Norman表示 自己和Carol之间并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 自己也并不是什么见色弃异的人 之所以要杀掉Carol 纯粹因为他是一名隶属于秘密组织的职业杀手 Carol正好就是这次组织给他的任务 而介绍他进入这个组织的不是别人 就是Carol的丈夫Todd Norman、Dale和Todd的相遇是在几年前 在当地的一个社区大学进行短期课程的时候 因为年龄一样又都有曾经从军的经历 三个人自然而然的就清静熟络了起来 而当讲起各自在军队里的经历时 Norman和Dale就不由地对Todd 虽然起敬了 因为Norman和Dale在入伍之后进入的是工兵部门 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技术支援和装备维护 根本没有上战场的机会 而Todd呢则是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经常会执行一些作战任务 而这些上战场的经历在Todd 卫生灰色的讲述下 再加上Norman以及Dale两个人的脑补 简直不亚于一部传奇的美国动作战争片 根据Todd的讲述 他曾经加入过黑色行动部队 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不为人知的各种危险行动 比如说他曾经在丛林里独自遁守了一周 就是为了狙杀一名南美的大毒枭 他也曾经和队友们强攻进了贩毒组织的老巢 把他们的制毒工厂炸上了天 听着Todd讲述的这些英勇事迹 Norman和Dale两个人完全没有一丝的怀疑 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崇拜 后来他们从学校里毕业 Todd创立了那个围栏建筑公司 Norman和Dale也像追逐偶像一样的进入了这个公司 成为了Todd手下的员工 就在几个月前 在一次聚会喝酒之后 Todd再次把他们叫到了身边 压低了身影 神秘的和他们表示 自己还有一个更加神秘的身份 Todd表示 这段更加传奇 也更加黑暗的经历 发生在他参军之前 当他刚满16岁的时候 为了追求理想 他使用一张偷来的信用卡 购买机票 从美国飞到了北爱尔兰 加入了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反政府军事组织 爱尔兰共和军 简称IRA 在之后的几年间 他和战友们一起和英国的正规军 进行着激烈的对抗和交火 好多次他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侥幸得以活命的 也正因为这段出生入死的经历 让他得到了地下世界的赏识 一个活跃于幕后的杀手组织招募了他 这个组织的名字非常的简单直接 就叫The Company 公司 他非常的隐蔽 也非常的庞大 几乎和世界上所有的政府情报机构 还有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公司里的杀手们 经常会只执行各种暗杀任务 哪怕后来Told回国 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还是会时不时的 在执行军队任务的时候 也接一些暗杀的工作顺手完成 哪怕到了现在 他在明面上已经退伍了 回归了平民的生活 各种暗杀委托 还是会时不时的发给他 听见到自己的老板 还有这样的隐藏身份 Norman和Dale对他的崇拜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当Told表示 自己正在寻找帮手 想要推荐助手们 也进入这家杀手公司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二话不说就表示 自己愿意加入 对于他们两人的主动自见 Told显然非常的开心 很快的他就表示 已经帮他们接到了第一个刺杀任务 作为入职测试 然后Told就带着他们 前往了俄勒冈州 在那里他们和一名叫做Lin的 杀手公司的女接线员碰面 拿到了这次暗杀目标的资料 是一名叫做Din Noyes的中年男子 他们几个人于是准备好了枪械 戴上了滑雪面罩还有手套 然后就在Din的工作地点蹲守了起来 但是他们等了两天 却依然没有看见Din的踪影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够再次联系了那名叫做Lin的杀手公司街头人 从他那里得到了Din的家庭住址 之后几个人又连忙赶了过去 不过面对警所的大门 他们毫无办法最终只能选择放弃了这次暗杀计划 返回了加州 回来之后 Dale表示杀手的工作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就退出了 而Norman则表示还是想从事这份工作的 于是不久之后Todd就告诉他 经过自己的大力推荐 公司还是魄力的接受了Norman成为他们的一员 没得Norman因为得到了这份看起来很酷的工作而开心几天 他就收到了一封任务的电子邮件 点开一看他就愣住了 因为公司表示完成了这个杀手订单之后 会给他25000美元的酬劳 但是这次暗杀的目标 居然就是Carol自己最崇拜的老板Todd的妻子 这可把他为难坏了 连忙找到了Todd说明了这个情况 Todd最开始也表现得非常惊讶 但是很快的他就冷静了下来 表示自己知道为什么Carol会成为公司的目标了 因为他其实也在为杀手公司工作 但是不久前Carol杀害了公司里的另一名成员 所以才会成为了公司清理门户的目标 听到这种情况之后 Norman立刻表示 面对Carol自己真的下不去手 要不这单工作他就拒绝算了 其他的人谁爱干谁干 但是Todd却告诉他 已经太迟了 从点开那封邮件开始 就表示Norman已经接受了这单工作 如果临时反悔不去执行的话 那么公司会转而把他当成目标 甚至会连累他的家人一起被害 看着Norman恐惧又无助的样子 Todd展现出了一个大哥的风范 他表示 虽然自己和妻子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再加上他又怀了自己的孩子 眼看着就要出生了 但是妻子还有孩子 又哪有自己兄弟手足的生命 还有事业重要呢 而且归根究底 还是妻子Carol先背叛了公司的 是他咎由自取 所以他鼓励Norman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抓住机会就下手吧 之后他甚至还帮Norman购买 并且准备好了凶器 就是那把左轮手枪 这才引发了这一场一失两命的血案 听完了Norman的这番供词之后 问话警官们的脑子那是嗡嗡的响啊 各种穷凶极恶的坏人他们见多了 能给自己的犯罪动机编造出如此复杂 又天马行空的故事的人 还真的是没有见过 发现警官们在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打亮自己 Norman立刻表示自己没有风 并且还说可以去套Tod的话来证明自己的供词全都是真实的 于是他给Tod拨通了电话 表示自己正在监狱里 他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任务 现在该是神通广大的杀手公司救自己出去的时候了 电话那边的Tod立刻就回应说 自己已经联系了公司里的大人物 应该很快的就会采取行动来营救Norman 并且他还表示 就算Norman会被关押一阵子 只要他能够管住嘴不把公司交代出来 Tod就会保证那笔酬劳被转交到Norman家人的手上 听了这通电话录音之后 警方终于相信了Norman的供词 不过他们并不相信那个所谓的杀手公司真实存在 而是认定Norman和Dale肯定是被Tod给骗了 成为了他犯罪链条上的一颗棋子 在警方进行了缜密的调查过后 Tod还有这整场骗局的真面目 终于曝光在了人们的眼前 首先就是那名在俄勒冈州和Tod他们接头 并且提供了暗杀目标身份的所谓杀手公司的联络员 他的全名叫做Ling Noyes 就是那次他们需要暗杀的目标Ding Noyes的妻子 原来这个Ling和Todd是高中时代的恋人 后来Ling因为各种行为不端的问题而被学校开除 他们之间的恋情也就结束了 后来Todd参军退伍认识了Carol结了婚 Ling也嫁给了Ding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半年前他们两人在午然当中再次建立了联系 曾经的记忆和恋情再次的死灰复燃 他们决定要舍弃现在的家庭再次的结合在一起 其实如果他们两个人因此而各自和配偶提出离婚 并且平和地承担可能受到的指责 还有经济上的损失 这也不失为为了真爱而进行的牺牲 但是这明显心术不振的两个人 却做出了无比恶劣的决定 他们不仅对于现在拥有的财产 一分一离都不愿意失去 更是要让还蒙在鼓里的另一半 把生命变成可以供他们尽情挥霍的钞票 于是Todd和Lin分别给自己的妻子还有丈夫购买了高额的人寿保险 又由Todd编造谎言 忽悠着两个极其崇拜自己的手下 相信了那个杀手公司的说辞 采取了对Lin的丈夫Din 还有Todd的妻子Carol的刺杀 只不过Din的运气比较好 他们的刺杀行动处处碰壁 最后只能够暂时的搁置 而已经怀孕八个月的Carol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最终被相信了Todd谎言的Norman乱枪打死 这起案子一经曝光 立刻引起了社会的震动 不少的群众都表示 必须对参与了这起罪行的凶手最严厉的处罚 2021年 Todd因为教唆手下杀害了自己怀孕的妻子 而被法庭认定一级谋杀的罪名成立 判处了他死刑 而对着Carol抠动了班级的Norman 因为受到了蒙骗还有Todd谎言的威胁 而被法庭酌情轻判了50年监禁 试图杀害自己丈夫的Lin被判处了25年监禁 而在整起事件中参与度最低的Dale 因为在法庭上作为证人指控了Todd 和检方达成了轻判协议 被判处了10年监禁 2018年Todd要求取消自己死刑的判决上诉 第三次被法庭驳回 这也意味着他已经用完了所有上诉的机会 直到今天 他依然被关押在加州的死囚牢房当中 等待着最终惩罚到来的那一天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